对于演员来说 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角色 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幸运的事情 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演技不错 另一方面也说明观众对他们的印象深刻 虽然可能以后会让他们在拍戏的时候 被同一种角色类型所限制 但也总好过没有戏可以拍 而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演员 他当年凭借着极为惊艳的古装扮相 力压了当时与他一同出演的其他女明星 他就是江祖平 1978年江祖平出生于台湾 他成长于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从小就长得十分甜美可爱 他有两个哥哥老一代的人都重男轻女 所以他在家里的地位很低 也许是因为这样他很早就开始懂事了 长大以后他出落得越发亭亭欲立 凭借着自己的一双美腿成为了模特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一个经纪人看中了他 并成功劝说他从模特圈转向影视圈 从那以后他就进入了演艺界 并在他21岁的那一年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 家是一窝珠从此正式在演艺春出道 出道以后他所拍的影视越来越多 但真正让他一炮而红的还是在2000人拍摄的 新凉山博与注音台 在这部剧中他与罗志祥 欧帝等当红小生有了合作 他在其中扮演的银星俏皮可爱 给观众带来了眼前一亮的感受 再加上电视剧的热播 他的人气也随之涨高 甚至还将注音台的风头也抢了过去 不过在那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出演过什么比较有存在感的影视剧了 直到2002年 《风云熊霸天下》在电视上播出 他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熊霸的女儿優弱 这个角色并非是主角 可是却偏偏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 妞弱的古装扮相绝美 虽然头饰月显累赘 但人无损他的美貌 成为众多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他不光在台湾很火 在香港、内地也都非常受欢迎 还因此被封为古装第一美女 虽然江主平并没有大祸 很多角色也不是主演 但是他的气质实在是让人难以忘记 他长相甜美 被大家成为超级的明星脸 他的侧脸很像林青霞 下起来的时候又很像潘怡君 同时他也被媒体誉为台湾的广袋梁子 之后他又出演了热播剧《第八号当铺》 这部剧再次让他的人气与名气大涨 俨然成为了新一代的女神 原本按照正常的发展 他应该会有着很好的发展 成为影后只是早晚的问题 但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人意料 他在娱乐圈却是火了一段时间 他也没有膨胀 反而更加兢兢业业的演戏 堪称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次普通的拍戏 却让他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被打到内耳失衡 至今无法彻底根治 饱受疾病的痛苦 据悉当时他正在拍摄《爱你没条件》这部影视剧 剧中有一个桥段是他所饰演的角色 需要被用力的扇一巴掌 一开始导演是准备给他安排替身的 但是他却为了表演的更加真实 而拒绝了替身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和他对戏的男演员下手却没有轻重 一巴掌下去直接把他删昏在地上 虽然他被工作人员火速送往医院 但经过警察后 医生还是被告知他被打出了脑震荡 还伴随着严重的内耳失衡 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都要饱受这种疾病的痛苦 甚至终身不能痊愈 而且患上这种病后 他不能做带过于剧烈的运动 还要时刻保持情绪的稳定 否则就会引起头晕呕吐 这也意味着他以后的演艺事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让他非常的沮丧 更令他感到愤怒的是 那位打了他的演员竟然没有过多的表示 仅仅像其他人一样送了一束花 慰问一下就完了 当然他很清楚 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再怎么去追究也没有意义 可就是咽不下心中的这口气 为了养好身体 他不得不暂停工作 花费一整年的时间求医问药 但效果不大 父母则每日以泪洗面 心疼女儿的遭受无望之灾 之后他在拍摄期间还向粉丝透露 自己因为内有失衡 一天吐了两次 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 但好在还有一大群朋友陪着他 在朋友们的安慰下 他的情绪稳定了很多 经常跟着好友游山玩水 生活非常的惬意 不过演艺事业基本上永远告别了他 如今已经很少在影视剧中看到他的出现了 如果说他的事业在还没有到达巅峰时就已经走向了衰落 那他的爱情大致也是这样 在1997年的时候 江祖平就已经开始了第一段恋情 他和男朋友李李仁是在拍摄MV的过程中认识的 双方同样都是新人 因此也就有了较多的共同话题 之后他们感情逐渐升温 并最终走到了一起 不过这段感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结束了 比较清新的一点是当时他们选择了和平分手 而不是大闹一场 这对于两位年轻人来说也算是比较难得的 李李仁在离开他之后 转身投到了另一个新的感情中 如今也已经成为了著名艺人淘金银的老公 相较之下江祖平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在离开李李仁后与马志祥交往 不过此时传出了他与旧情人存在金钱纠纷 马志祥忍受不了晚起的失踪 两人就这样分开了 在那之后的十年里 他一直都保持着单身的状态 直到2011年才开始了真正的新的恋情 那时的江祖平已经34岁了 而他当时的男友是比他小6岁的周小安 这段姐弟恋在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据悉两人是在拍摄绿阵英雄时相识相爱的 因为戏里演的是情侣 他们就把这份感情延伸到了戏外 甚至当时还传出过江祖平疑似怀孕的消息 只因为两人曾在一起逛过母婴殿 其实他们谈恋爱期间十分的隐秘 从不高调秀恩爱 虽然两个人都很低调 而且在演艺圈里名气也不是很大 不过狗仔队也是不肯放过 依旧对他们的约会日常大肆的报道 当时不少人都觉得 江祖平这次是找到自己感情的归宿了 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 两年之后江祖平又找到了一位新的男友 对方名叫杨一展比江祖平小了三岁 不过相较于周小安 杨一展的外形和气质都非常的成熟 看起来更像是江祖平的哥哥 他们的恋情是在拿到金钟奖颁奖典礼上公开的 一时之间也引来了很多人的羡慕与祝福 但可惜的是 这段感情最终也依旧还是不了了之了 两人的相恋在半年之后火速分手 分手的原因也重说分谈 有的说是聚少离多感情变淡 又有说是来源于经济公司的压力 不得不分手 分手后杨一展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独自搬家显入落寞情绪 媒体采访江祖平时提到对方可能缺一个女主人 没想到他随即冷嘲热讽的回应道可以养母狗 透露出两人分手的过程不太愉快 不过一年后 江祖平表示他和杨一展已经冰势前嫌 由于自己之前的失言感到抱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次恋爱 却没有都能修成正果 之后江祖平对外公开表示自己是不婚主义者 当时还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 那么多年下来了 虽然坚持不婚主义 但43岁的他依然向往爱情 此前他现身新剧宣传活动的时候 表示自己已经单身好几年了 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单身男性已经所剩不多了 因此不介意再谈姐弟恋 至今未婚的他仍保留着少女的心性 容貌状态都显得非常的年轻 还多次在社交平台上大方的晒出自己的素颜照 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外貌相当的自信 前段时间他还在个人的社交账号上 发表了几张自己的日常照片 算是粉丝福利 一张照片中他穿了一套黑色的比基尼 外边穿了一件白色留在透明的照衫 好身材真是若隐若现超级性感 另一张照片中他又穿着紫色深V 外搭黑色的网衫真是艳而不俗 把鱼网袜穿得高级有性感 他的脸一点都不显老 几乎没有皱纹 完全就是吃了防腐剂一样 都说肖强是台湾第一美女 说实话现在的肖强明显整容过度 颜值完全比不上江祖平 而且江祖平的美腿直接碾压肖强了 台湾第一美腿和动影女神的称号 他当之无愧 生活中的江祖平同样很活泼可爱 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女神 反而有了一些孩子气 尤其是一笑起来简直就像花开了一样 那弯弯的眼睛让人难以忘怀 现在43岁的他依旧美丽 心态超好 上晚爱情前尘往事皆不提 期待情路坎坷的他能早日遇到自己的另一半 同时也希望还能看到他更多的作品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